哎呀先回座你坐 哎呦我的天 哎呀 哎呦腰酸沸腾的 顺风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爸你坐 哎呀 你坐你坐你坐 哎呀 这个顺风啊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说 你说你说爸 借我五千块钱呗 爸呀 你管别人借钱 能是这个态度吗 再说一遍 借我五千块钱呗 来爸你站起来来 来来来坐 我问问你 妈是不是现在管你管 那也太严了 兜里是不是一分钱都没了 你咋知道 抗争啊 反抗啊 来来来爸你看 你看让金黄林君们看看 咱俩往这一站 你这块头子比我大撒 一点男子汉 膝盖都没有 你看 金黄林君们都了解我 你别看我个小 脚指头缝里都是 男子汉的膝盖 行了好好琢磨琢磨 你别整的没用力 你借不借我钱 你咋就忘不了这个事呢 你借钱干啥呀 二狗子 二狗子咋了 不在小区梦所开水果超市吗 上货没钱了 等咱倒个短 三两天就还 这二狗子开个水果超市 怎么老借钱呢 要不他生意能那么好吗 这倒是 不过人家二狗子讲诚信 人家有戒有魂 对 行行行行 我信给你 爸 你可千万记住了啊 这是我的小金库 千万别说 别说金库 哎呀爸 你站好了 咋的了这是 闭嘴 把手放下 小金库 男人必须得有 听到吗 有的时候 老婆高兴了 他能给你 老婆不高兴 他是啥都不给你 爸现在跟妈要点钱 是真难啊 哎呀 来给我吧 给我放哪 你啥时候站在我身后的 就你给我爸研究金库的 爸你坐 媳妇你坐 哎呀媳妇 那个是 这不研究金库的吗 我这公司啊 是越做越大 钱越挣越多 咱们公司那几个保险柜啊 都装不下了 我不上门啊 我就想买个金库 买个金库呢 这不差五千块钱 给爸借五千块钱 啊哈哈 你俩那么能吃啊 啊 我天天看着保险柜 我不知道啊 你那保险柜啥 说装满过呀 是我把钱哪来的 啊这五千块钱 是我借爸的 对 是不是借我的 到底是谁借谁的 东北话还听不懂了 我借爸的 东北人在借爸 是你借给我爸的 还是我爸借给你的 哎 不是你这孩子们的 你爸借点钱 这事还得你批准吗 我爸 你看你要用钱的话 你跟我说 我直接就给您拿了 关键是我跟顺芬有约定的 他要往外边借钱 他必须得告诉我 没往外借 是是爸借给我的 这我我我借给他的 钱我的 啊那你借钱干啥呀 买金库 啊 买金库你也不信呢 爸呀 那我我干啥呀借钱呢 那买金库他要不信 你就说点别的 我咋知道啊 二狗子吗 不知道啊 对对对 二狗子吗 那个什么 二狗子操事上货 这不是那个就是没有钱了吗 就来找孙芬借钱 赶着孙芬没有 完之后我有这五千块钱 然后我就拿这给他了 我借他了 哎呀 那这钱是你的呗吧 对我的 行 妈 妈妈 妈妈 二女 不你这孩子这毛病得赶 有点事就喊你妈 你妈好使啊 嗯 那啥这是 真是你 我告诉你今天 赶着孙芬 咱俩就打个样 哎 你不是说男子汉气概吗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你爸我也是个男子汉 看看 这钱我不借了 还你吧 方方 站起来 显示你的男子汉气概 不是 你让我站起来就站起来啊 我现在腿有点软 我歇会儿不行啊 看你那死出呗 哎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 听得清清楚楚的了 不就是要接二狗子钱吗 跟我说就完了呗 你至于防着我吗 金国英雄 哎呀 太明白道理了 这我媳妇 八雅 来吧 快点这 借给二狗子啊 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媳妇 这叫男子汉气概 我看你这个男子汉有点可概 气概的 行吧 一会儿给他送去 媳妇 我公园溜达溜达 你给我回来 放下 我问问你 钱春芳 还有没有背着我往外边借钱 没有了 我发誓 真的没有了 那要是骗我怎么办 我要是跟你撒谎 让天上的雷劈了我 谁 谁 谁放炮呢 什么放炮啊 雷雷 看见了吗 撒谎吗 撒谎老天都都激眼了 劈你呢 劈你呢 外边阴天下雨呢 打雷呢 你不信我再说一遍肯定没事 我发誓 我发誓 雷撒谎 我这玩意 这我咋还掉雷区里了呢 这还 我这 而且 早上大姐给你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戒条在你兜里 差点给你洗了 来 什么玩意儿 咋的了 别胡说 我身上哪来的戒条 我从来不戒条 这啥呀 你当我不认字 这不白纸黑字写着 你戒王叔两万吗 我 行啊 没 拿来我看看吧 来来来来 写着呢 行你啊 钱润芳 这 钱润芳 我再给你个机会 你要再不说实话 我要雷镜无批你 雷镜无 别别别 行 我说实话 这不王叔前一段 这不要出远门吗 身上就是没有足够的钱 这不借记让让 我借给他两万块钱 人家这两万 我给你 实话吗 还就给我 这句话我要是撒谎 天上的雷劈了我 哎 此时不是应该有雷声吗 没有雷声的话 就说明他没撒谎 行 我让他还钱 你看看这不有日期吗 应该是今天 小美丽 是今天吗 小美丽 小美丽 我告诉你的好消息啊 我要创业了 是吗 这没干啥呀 我准备投资两万块钱 从沈阳捣弄点水果 到海南去卖 如果发展好了 我再从海南捣弄点海鲜 到大连去卖 如果我的事业做大做强了 我再从大连捣弄点煤 到山西大同去卖 咋样咋样 那你咋不说西塔捣弄点腊白菜 你上延边去卖去呢 这好 这好 你行啦 哎呦我的妈 你拉倒吧你 王小千 外部的人都说你倒霉呢 你这是倒霉 倒霉透了你都 你才倒霉 小米丽 以后我挣钱了 我就娶你 你娶我呀 我娶你的吧 我祝你成功 成不成功不在于我 在谁呀 在于你啊 姑父 我有啥关系啊 还我钱呢 我还你什么钱 去年你不拿吗 还我一借两万块钱吗 你还我一块钱 你打住吧 什么我管你爷爷借了 你爷爷管我借了两万块钱 不是怎么 什么 什么 我这儿还有你的借条啊 我也有借条啊 那他们来来来 他们就看看 对对就对对 哎呀还怎么的 这不一样吗 这不一样吗 小米丽 你们都听着 姐夫邻居们也都听着 我念念 哈家伙 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钱顺丰 借王富贵两万元钱 以此为证 怎么的 有毛病吗 有毛病啊 什么的 这你是真是欠人王鼠两万呢 不是 不是你们这个脑子 你们这个脑子是 我再念一遍啊 我再念一遍啊 接下来 你你们替我替我想想啊 这个这个 钱顺丰 借王富贵两万元钱 二伯伯 还钱吧来吧 还钱吧 我还什么钱 你爷爷借了我两万块钱 不是 这纸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怎么是 我家管你借两万的啊 就是你爷爷借了 小米丽来来来 哎呦我的天哪 你看看你看看 别别别你别吵吵 别吵吵啊 有戒条 我赖不掉吧 啊 找个明白人给评评理行不行 我爸我爸在家呢 你叫我爸 你拉倒吧 你们是一家人 你跟他一咋过 他不就像了你了吗 哈哈 我咋过什么我咋过 是那样人吗我 叫我爸叫我爸 你叫我爸 来你呢 行行啊 我我叫了啊 你叫 范爷爷 范爷爷 哎呀哎呀哎呀 小的声 那里有孩子好像不容易 啊啊那个 范爷爷 我这是张戒条 啊 你给做个证吧 这不挺明白吗 这玩意看不明白啊 看啊 你三十好几个人呢 你可真行 就这点玩意整不明白 你看你看 钱是吗 哎 把钱还人家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还什么钱呀爸 我借给王叔这两万块钱的时候 你在场啊 是吗 怎么不失你 你想想 你看这日期 想给你看 钱是这么回事啊 就是那天 你看这日子 就那天你爷要走 要出门啊 然后他来找我借钱 我哪有钱呢 然后我就 拿了两万块钱 给你爷了 啊我明白了 明白了吧 你们一家人 向着一家人 一家人就把这事给定了 是吧 你看你什么玩意 哎 电话 什么玩意就这么定了 我是那样人吗 我爸也不是 看看你爷爷来的微信 你看你爷的 看见这转账没有 转给我的两万块钱啊 谢谢顺丰 当初借我两万块钱 如树凤还 怎么的 我跟你说 不是你 那个二姑姑对不起 我误回来 什么事啊 你跟你爷学学吧 你看你爷平时稀了骂哈的 那是个讲诚心的人 对 对 做人就得像我王叔这样 是不是 这才叫男子汉气概的 他不带我不管 我启动资金又泡汤了 哎呀能不能憋回去 都说我不喜欢你 挺大个人了 遇点事就哭哭唧唧的 就你刚才说 要捣动那点东西啊 都得陪着你 浑身上下从里到外 就说你自己了 行行行 别哭哭咧咧的啊 想创业这是好事 二姑姑知道了啊 没事 这两万块钱 二姑姑借给你 二姑姑 你再借我呀 你别说借给你 两万块钱送给你 那个小美金 二美金 跟爸回舞吧 怎么呢 咱们把这雷曲让给他 快快快 快快 二姑姑 他们都走了 你说的事是真的假的呀 你过来 这边我跟你说 你别说两万 二十万 我送给你 我对妈呀 二姑姑 外面下雨了 我都回家了 不是 不是不是 街坊邻居们 这纯属巧合啊 我前十分从来没撒过谎啊 我对妈呀 街坊邻居们 可不能撒谎啊 快乐是个宝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快乐是个宝贝 快乐是个蛋糕 谁配上谁就还配 大一年 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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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年 快乐是个宝贝 快乐是个宝贝 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